啊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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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哟啊阿迪巴 哇差很远耶 哇怎么差这样远 它也是拉远了80 90 100 多 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我为大家试驾的车是大家期待一久 Perodoa 首款温轮车 Perodoa 阿迪巴 Perodoa 阿迪巴 阿迪巴是一台A-Plus Segment 的SUV 在升行方面其实和这个Myvi 是差不多的 那相比起很多人拿来做比较的 Perodoa X50 的话呢 其实X50 在升行方面是大了一号 是一台B-Plus Segment 的SUV 在价格方面这个阿迪巴的价钱是介于 6万多到7万多令吉之间 比这个Myvi 是贵了一个2万令吉左右 而相比起X50 呢 顶配对顶配的话 X50 顶配版是贵了这个阿迪巴顶配版 一个3万令吉 而在产品订阅方面呢 X50 刚推出的时候 Perodoa 就一直主打性能啊 运动啊 Ride and Handling 啊 还有这个很好的内装质感啊 我不懂啦 等等等等的 那这个阿迪巴呢 Perodoa 只是一句 我们的这个官方油耗是18.9kmh per liter 仅此而已 甚至连这个 Turbo 它提都不提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两者的这个产品定位是截然不同的 阿迪巴根本就不是冲着来打这个X50 的 也因此 X50 根本就不需要出现在这一支影片里 那待会我会带一个神秘嘉宾出来 和这个阿迪巴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话 就继续看这支影片下去 其实对我来说 阿迪巴反而比较像是这个长大了的 Myvi 啊 就家庭版的 Myvi 或者是你要驾 Myvi Cross 也可以啦 如果说这个 Myvi 是血气方钢的 Highway Kick 的话 那这个阿迪巴它就是多了一份成熟的 Highway Queen 阿迪巴的推出呢其实是 Produa 要给这个入门市场多一份选择啦 就它给你 SUV 的视野和配备 但是并没有这个 SUV 的累赘 而且价格还有油耗都还是一样容易负担 先带大家转一圈看一看外形的部分啊 那讲到这台车的详细细节啊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之前 Ivan 曾经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过 那我个人最喜欢这台车外形的部分是这个东西 全系标配 LED 头灯 而高阶的 H 还有顶级的 AB 版本呢 甚至还有这个智慧遮蔽型的主动远近光灯功能 能够闪避对象的来车啦 而且哦它的这个头灯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 Cornering Light 就是当你在摆动方向盘的时候 它会射出一道光照射旁边的这个范围 这些功能 10 万以内的车框我暂时想不到还有谁有这些 Function 啦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看它的这个水箱护照 这个是 Peroda 自己的一个设计 它没有名字啦也没有故事啦哦 那这个保险感的部分呢 它是稍微突出来的一点 这也是 Artiva 比它的日本兄弟 Rise 以及 Rocky 长出 7cm 的原因之一 因为其实 Rocky 还有这个 Rise 在日本 是要符合当地的发规 要尽量把车压缩在4米以内 那我们这边是没有这样子的 Roost 所以它就能够无限膨胀啦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设计是有点太过忙了 我反而比较喜欢 Rise 的那一个内练的设计 那接下来就看看车车的部分啦 那这个 AAV 版本呢是采用 17 寸的双色轮圈 然后车车部分呢其实整体的设计啊 让我想起了上一代的这个 RAV4 不知道为什么啦 然后它的这个黑色护板 设计也蛮漂亮的 整体是蛮具有这个休闲风格的感觉啦 车尾部分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尾灯组设计 就还有包括这个横观整个尾门的黑色护板4条 搭配起来加上这个 LED 的灯条啦 整体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 很贵的感觉 然后下方这个 bumper呢也是比日本的兄弟 稍微突出来一点比较长一点 看起来比较大气一点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台车 在内部的这个空间表现如何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这个 3D 的立体式钻石设计试板啊 然后这个排档杆这边也是有 还有这个镀铬四条 我觉得这个东西相比起Produa 以往的 Fake Carbon Fiber 还是那个钢琴黑啊等等的 这一个就真的是贵了很多 Attacks 很多的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到它的这个排档杆哦 其实好像有经过精心设计的感觉 因为设计蛮旧手的 这个我个人蛮喜欢的 还有我发现到这是一台 少数拥有 Armrest 设计的Produa 车款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植物箱 那讲到植物空间呢 其实这台车植物空间也是蛮丰富的 就你这边可以放东西 然后这一边两侧也是可以放东西 而且这个 AV 版本它还有一个红色 双色的设计啊 就看起来很 funky 的感觉 时髦 除此之外呢 杯架在哪里啊 这边有杯架 这边有杯架 两个杯架 然后这一边 两侧都有这个杯架 而且自带冰箱功能 而在这个 Features 方面呢 它有这个电子核门空调系统 还有自带记忆功能 然后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这个 全液晶显式仪表盘 这个哦 真的是很酷 在开机的时候有一个开机画面 就真的是很年轻化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 手感也很好 然后这些按键呢 也有一点点Toyota 的感觉 就比较贵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台车 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是 虽然它这个 唱机悬浮式设计 看起来很漂亮 没有那个电视机啦 可是呢 这一个唱机它的这个系统 就稍微比较阳春了一点 太过简单了 它首先不支援这个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它有一个自家的 被称为 Smart Link 的这个功能啊 然后就这样 这样子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唱机其实也是 这个 Adiva 相比起 它的日本兄弟 Rise 和 Rocky 能够比较便宜的一个原因啦 还有一点我想承担的就是 这台 Adiva 它的这个座椅的支撑性 那我的身高是 168cm 以往我做这个 Myvi 还有 Alzao 它的椅背都是到这里而已 但这个 Adiva 呢 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是到这里 是富的 加上它的这个座椅的这个质地哦 这一回它采用了一个皮革 搭上这个 Sweet 几皮的设计啦 整体 看起来又是一个更加 Adidas 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最大的卖点 还是在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上 因为相比起 Myvi 呢 它的这个车身架高了许多 所以整体的这个空间应用是更加的灵活 包括可能你要转 Chalsea 的话 其实是更加的方便 然后上下车也变得更加的容易 更加适合老人家 所以我相信 相比起 Myvi 这台车 其实更加能够拉近你巴巴巴巴的视力 好啦 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空间的测试环节 我也要请出了我的神秘嘉宾 在后座表现的部分呢 为了给大家有一个概念 到底这辆车的后座表现是如何 所以我找来了另外一辆车 V-Segment 的 Toyota Vios 来做一个对比给大家看 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差别 在腿部空间的部分 Artiva 乍看之下是稍微比较充裕的 而 Vios 在这方面因为高度的关系 因此比较吃亏 值得一提的是 Artiva 的椅背还能两段式调整 而在空间应用方面呢 我们就直接以这个儿童安全座椅来做例子好了 在这一方面 Artiva 完全展现了它车身高的优势 至于 Vios 在这一方面则会比较麻烦 啊 有点麻烦 但是在肩部的部分呢 Artiva 就因为车宽的关系 而明显比这个 Vios 还要不足了 我们可以看到 Vios 在这方面 肩膀对肩膀它是比较充裕的 只不过头部空间方面 还是Artiva 稍微优胜 n councils 看到没有 5 米 盘采 1.5 米盘采 2.5 米盘采 1.5 米盘采 3.4 米盘采 2.5 米盘采 2.5 米盘采 2.5 米盘采 3.5 米盘采 OK YAH! SO 就可以收起来了 那这个尾箱的这个板呢 它其实是有两个 Steps 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放低一点 YAH! 这样子它的这个高度就增加了 这时候你要去 Ikea 还是你要去再盆栽啊 还是要再小孩子啊 开玩笑 就整体的这个空间灵活性是有啦 比起 Myvi 是好很多的 那我顺便示范一下放行李箱好了 Cabin Size 你是可以站着的 那这个 L Size 的行李箱 打直是放不到 但是打痕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这样子你要载什么行李啊 然后 Baby Stroller 这些 我相信比起 Myvi 它是方便的很多 这也不仅让我想起来我会一千拿台 Canary 除了有 ISOFIX Artiva 的后座座椅还能完全清倒 大型物件都能够轻松容纳 而且尾箱后面呢 还有这个按格 可以上私房前 还是... 测试 既然神明嘉宾都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 1.5NA 对比 1.0 Turbo 的加速测试 只不过因为场地限制的关系呢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零式 请供大家参考 开始了 可是我的表面好像有点超出来了 很接近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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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跑着一个110的时候我稍微拉高了 拉远了一点点的距离 哇 这个1.0 Turbo 不是玩完啊 不好意思啊 BIOS赢了一点点 等等 让我们来倒带回看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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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在四个人的时候它就搬了 哇!差很远耶! 哇!怎么差这么远? 哇!我拉到很远耶! OK!我觉得OK! 呀!可以放油喔!OK! 哇!OK! 车里面有四个人的时候 居然差那么远喔! 有点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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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Go! 四个人都没有 十对一个人的阿里吗? 好!来一个人接近一下喔! OK,开始拉远了, 80,90,100, NO! OK,所以载人其实还是有差别 OK,在试驾之前,我觉得我先解答一下 大家对这一台车最好奇的其中一个地方 那就是它的这个三缸引擎到底抖不抖 OK,基本上呢,在怠速的这个情况之下啦 它的这个三缸引擎的感觉 就有点接近AXIA 还有这个BESA 1.0 就是Perodua 之前的那一支1.0自然进气引擎的那个感觉 抖动方面呢,我就觉得是 它是比这个AXIA 还有BESA 还要更加的抑制的更加的好的 那这一方面我觉得 你就不要抱着那一种和 Almera 的 1.0 Turbo 甚至是 X50 的这个 1.53 缸 Turbo 的那个等级去做一个相比 来做一个对比 因为落差其实是有的 包括在开着它上路的时候,其实这个 行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个引擎的 那个感觉啊,震动是没有 但是整体它的那个细腻度,还是比不上这个 Almera 还是 X50 的 这方面我会讲它是比较像是一个 Perodua 的产品啦 那其实这也正就是它的这个定位,还有它的这个 价砍,本来的这个价砍应该有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和 Myvi 相比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样子 就是跑着高速或者是市区行驶,其实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只是偶尔可能你低速行驶的时候,那个震动就会稍微比 Myvi 还很明显 OK,接下来就是这个风声意志,到底表现怎样 因为其实我现在正在跑着高速,所以就顺便和大家解答一下 风声跑到 1.2,3 这样子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它在这一方面这个风声的控制上呢 表现是比 X50 还要好的 不是因为它比较近,而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 NVH 表现比较平均啦 那像 X50 的话呢,它其实是其他地方都很近 可是就特别,那个风声特别的明显 明显 所以也让大家觉得那个风声是特别的烦人 那这一个 Artiva 呢,整体的这个 NVH 我觉得以这个定位来讲,可以接受 至少我现在在开着一个 130-140 的时速呢 我并不需要提高我的声量来说话 我原本以为这一具 1.0 温轮这辆引擎 它的这个起步啊,还有低段加速的时候 它的扭力的确是会比较好,会比 Myvi 更加的好 那我就以为它的这个高速行驶方面呢 底序会稍微比较不足 可是,我现在正在高速行驶当中 它反而是比这个 Myvi 1.5 搭配这个 480 的这个组合呢 还要更加的积极啊 这个时速其实是一直在上的 相当充沛的 这一点是让我感到意外的一个地方 只不过如果真的要吐槽的话,那我觉得可能 这个 DCVT 呢,对于一些习惯 踩大油加速,然后喜欢那一种 换档时的那种顿挫感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 CVT 稍微 boring 了一点 OK,所以现在情侦呢,我就示范一下它的加速给大家看 基本上我是没有踩完的 你只踩稍微比较深,它就是 就一直这样 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重彩油门的 Gaki 的话 Yaa! 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 你可能就会觉得它稍微有点 boring 了 在 refinement 方面呢,其实这台车也是 比起 B Segment 的产品 我觉得也是稍微有点距离 它并没有那般的细腻和精致的感觉 如果是和之前以往的这些 Produa 车款相比呢 这个已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进步了 我真的必须用很大很大很大来形容 就以往的 Produa 如果可能 50 分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在细腻度方面呢 七八十分了 虽然说细腻度方面呢,不如 B Segment 但是在驾驶感方面 整体的这个乘坐质感,驾驶质感 我觉得已经是蛮接近 B Segment 了 和我之前开过的这个小败款 Yaris 过滤税震啊,还有它整体的那个质感方面 我觉得已经相当的接近了 这个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归功于这个 DNGA 因为它的底盘够扎实的关系啦 所以尽管它的旋调稍微比较不给力 还是有小车的那种没有力的感觉 可是,连接车体架构,hold到这个东西 包括在处理这个碎震 还有啊,好像过这种这样子的 高地起伏的路面的时候啊 你不会觉得你在开着一台小车 它的那个吸收震动的抑制的方面 蛮接近日系车的 以整体舒适性来讲 我觉得这台车它的那个表现啊 真的是已经有接近 V Segment 的那些车款 就有点稍微,有点所谓的大车的感觉啦 这一点呢,真的是和以往的 Perotua 有很大的不同 前面有个 TUN 这个 TUN 哦,它是 DUP DUP 这样子过的 以往的 Perotua 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过完 真的,就连这个操控 也是以往的 Perotua 车盘看不到的 在这里顺便为大家解答一下啦 这台车跑着110公里的时候 它的转速是不到3000转的 接近 2,900 这样 OK,这个 Link Keeping Assist 呢 它其实只是单靠这两个摄像头来操作 我觉得其实还算是蛮敏感的 那要关掉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点奇怪啦 因为其实方向盘这里是有一个 Link Keeping 的这个按键 可是你按这个哦,是没有反应的 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关掉它的 关的地方呢,是在这个 ASA 的这个前方碰撞预警的这个按键 你只要按一下 你的 Meter 就会显示一个 Link Keeping Assist off 的 Icon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你的这个 Link Keeping Assist 就已经关掉了 好像我现在塌陷的话 OK,它其实是不会响 然后这个 Button 也很特别 就是你按一下是关掉这个 Link Keeping Assist 然后按两下呢 才是关掉它原本应该要有的这个功能 有点奇怪啦 这一回再拿这个 Adiva 和 B Segment 的 Sedan 做一个比较过后 发现它无论是在空间 还是使用性上 并不会太过逊色 而动力方面呢 也不会舒适太多 以往你要花一个七万块买到一台全新的 SUV 是有点不太可能啦 但如今 Produa 就给了你这个选项 而且在保养方面呢 它也是维持Produa 一贯 省心便宜养的这个特性 这一点呢真的是符合这个品牌 Building Cars People First 的理念 如果你今天开的是一台入门小车 你想要更多的空间 能够更舒服的载着家人 还有更安全的话呢 这个 Adiva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预算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这个隔壁架的 SUV 那讲到这个 Adiva 呢 它相比起以往的 Produa 车款 在质量上呢 真的是有很大的跃进 这个 DNGA 平台 还有这个 车波引擎以及 CVT 的动力组合呢 未来也会出现在 Produa 接下来的新车 那我个人是相当的期待的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国产车能够越做越好 毕竟到最后得意的还是我们消费者 同时也能够带来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公路环境 无论是Produa 也好 Produa 也好 国产车 请继续加油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台 国产小型 SUV 表现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有 Artiva 的车主们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这个用后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